鼓勵电动个人代步工具用户提早销毁不合格器材 以换取奖励金的第一天 截至到下午5点 共有450名用户上网提出了申请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靠近文理方第209座组屋的这个指定收集站 下午5点一开放 在西部居住和工作的车主 陆续拿不符合UL2272防火标准的个人代步工具来销毁 我本身用了两年半是觉得蛮旧的 因为电池也是有一定的寿命 所以趁它还没熄火之前就先把它爆销掉 然后政府有个一个100块的补助就好过没有了 因为家里本身父母亲看到新闻报道 说有很多因为PMD造成的火灾 他们在家里也是非常害怕 我朋友他不用了 所以他就叫我去注册 所以我就收了一阵子 然后我就打算 哎呀算了 反正它是不合法了嘛现在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给scrap掉 从今天起 个人代步工具车主可以到指定的地点 免费销毁不合格的器材 提早在11月30号前销毁器材 已经注册的用户呢 每台车可以获得100元的奖励金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 以注册的9万辆个人代步工具当中 只有约一成符合UL2272认证的安全要求 这些电动踏板车原本呢 到了2021年的1月就不能使用 但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政府将这个期限提前到了明年7月